大家好,我是Crystal,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非常平价的一系列包包 不薄,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包包 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没有牌子了,希望大家别介意 然后今天耳朵上这一堆耳钉就是小店里面随便买的那种 耳环合机里忘了说了 因为耳环合机里就是拿出来一部分说 不然我实在录完了 就是那种彩色的水晶,它会bling bling bling bling那种 我这边就什么都没带 今天是跟我老公的情侣的一件T恤 是好多年以前买的Nike的 有两件,一件是北京,一件是上海 我豆瓣里面也有跟他的这个北京上海的照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现在可能没有这个款 你先说一毯,我的布包 特别喜欢布包 可以到处丢嘛 而且清洁起来特别方便 就只是扔到洗衣机里就可以洗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也挺 有时候有一点点文青 所以就很喜欢布包 先说第一个 这个是我常年超爱的一个布包 因为我之前说我特别喜欢牛仔嘛 这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不是很深的那种远偏浅的牛仔 然后它就是一个斜胯的兜兜 所以我如果背上的话就是黑 这样的 肚子现在有点大 它就会大概在这个位置 反正我觉得很好看 因为我喜欢那个牛仔 然后这个包呢特别能装 首先这个大口袋就随便装嘛 全是空间 外面又是一个兜兜 所以你比如说一些你要单独拿出来的东西 你就扔到外面 一些什么钱包啊 什么伞啊 水啊乱七八糟的 出去你比如说Vlog相机也可以扔到里面 在家 我实在想不想这个店是在哪里买的了 好多好多年以前 好像是一个韩国的网站购的 我现在只能看到在这里边的标上面写的是 I love Proud Mary 但是我觉得这种类似的布包 淘宝里面关键词搜索一下 应该还不少吧 所以就很喜欢很喜欢这个 然后第二个布包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白色的 写了好多好多的城市 San Francisco, Toronto 避免这里 London, Paris, Seoul, Tokyo, New Chicago 什么的都在背面 这个牌子是AA的 跟我那个牛仔的双肩包一天买的 在这边买的 就是American Apparel 所以你就去找这个就好了 然后它也是平时就这样写块的 位置还是在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样子 它也特别浓妆 因为是很大的一个大口袋嘛 而且它这个布的质地 就会比这个牛仔的这个要厚 背累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改手拎着这块 我经常会把它背得有点脏脏的 旧旧的 然后用洗衣机里转一圈出来 就新的哟 还是很新的 然后说第三个补包 就是这个红红的 这个补包是当年在新加坡上学 那边的一家小店里面买的 红白相间 但不是那种白啊 就是那种本部的颜色 那种肉肉的米白色吧 这个颜色搭配特别像我紧练合集里面 那个想爱心的那个 然后它都是各种舞女 一排穿白裙子的舞女 然后一排颜色反过来的红裙子的舞女 然后这样子交错交错交错的心 正面这里有一个logo Lalisa May Alcott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它背面这里上面有一本标 Ask me 1984年 因为这个牌子是不是1984年 还是这个设计师是从1984年开始的 它的里面也是挺大的 布袋都很大嘛 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口袋 这里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公交卡 或者是什么遮瑕笔 你就往这儿放 它不是那种斜胯的 它只能侧背 它就在这个位置 腋下这里 新加坡环球影城玩的时候 就是背着这个 当时买了它之后特喜欢的一阵 我背着它还配那个红色的那些手链 就感觉很大 然后穿个牛仔裙 叮 这三个包是我最爱的三个布包 白色百搭 牛仔百搭 红白也很搭 这个也不多说了 这是最近新买的那个嘛 大家如果看了我 Harry Potter的影迹Vlog 我买的格兰芬多的学院 狮子 哈哈 红色的 然后它也是侧背的 也是这个位置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标写着呢 Harry Potter 哎呀 真好看 然后这两个布袋子 如果大家看过我去新西兰的Vlog的话 应该有看到 一个眠眠羊的 超可爱 中间有一黑羊 它也只能这么背 蓝色的 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咱们中国传统的那种 印花 就超好看 工笔画的感觉 特着背 它这个就特简单了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口袋 那个羊也是 里边也没有什么内袋之类的 我觉得布袋子是最简的 然后最好背的 而且布包你也不怕把它折坏啊 平时就可以把它各种叠起来 就跟叠衣服一样 我记得有一阵我同学说 每次看到我 就出我名字啊 说每次看到谁谁 他就背一个大布兜子 感觉我像去菜市场似的 然后分享一个超小超萌的一个包 这个包包是Cost这个牌子的 它是这样的 它这是一个几何感觉的 你看 侧面看是个小三角 三角 然后背面看就是一个长方形 正面也是 然后底部 但是你平时更多看到它是一个这种感觉的 大小大概就是这么大 非常正的红色 然后是牛皮的 所以有点硬硬的那种质感 单拿着它感觉也很可爱哦 但是平时你肯定不是拿着它嘛 我就是背着 这个袋子也是挺长的 挺硬的这种 它里边就是这样的 特别像咱们叠积木什么那种感觉 或者折纸 对特像折纸东西南北 里面就是很原始的感觉 这边有一个cost的标 每几个月cost都会出一些 挺可爱的那种设计的感觉的小包包 各种各样的 然后当时觉得这个 啊太萌了吧 然后就把它买了 它并不是说你看 它这样打开 长乘以宽再乘以高 这个体积 它不能乘那么多 因为它两边是这样窝进来的 所以它能乘的部分就是相对比较有限 像长的钱包它就放不下了 所以这是一个短钱包 这是一个Gucci的一个钱包 屏幕放在里面 公交卡 好可爱 一个小的护手霜钥匙 护唇膏一样的打底的 它就放这些东西 然后扣起来 真的就差不多了我感觉 我把手机也放进去 看一下 无论是哪种角度啊 我放进去的手机 它就扣不住了 所以你要出门 大概也就只能放这些东西 我平时收纳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链子这样子 放在这个包里面 OK了 然后再说一个这个 这我之前去黄金海岸的时候也背来着淘宝的一家店上买的 但是 我很抱歉 我想不起来那个淘宝的店 是什么 太多年了 然后它的这个皮绳 拍出来是深蓝色 宝蓝色的 但它其实还 现实生活中 稍微在偏紫一丢丢 它这个扣啊 其实是可以拆的 你看它两边 都是这种 所以你要把它拆下来之后 手拿下它也OK 然后是这种绒布面的 我好喜欢 好喜欢 好喜欢这个宝蓝色 特别的好看 然后正面也是这种绒布的感觉 这都是布的 它是这种粘口 粘一下就好了 然后里面的内胆 诶 对对对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 Major可以找到这个店家 Apps Accessories 大家去搜一下这家店铺啊 看有没有 然后它里面的内胆是这种橘色的 它这个状色还拼的挺漂亮的 我真的觉得挺要看 这个橘色 它的融合量就比刚刚那个COS的小包包要多很多 我先放进去一个手机 钱包 手霜 公交卡 钥匙 一大串 一个这种 全塞一下 然后这样一粘 毫无压力 还有很多空间呢 特别实用有没有 它里面也是设计了一个小内胆 这个橘色的这儿有一个小内胆 这个地方还可以塞一点点小东西 背上的时候这个长度我觉得也挺好看 跨附近挺好看 这么多年我也爱了爱了的一个包 平时收纳也是把这个绳放在包里面 扣好了 就这样的超可爱 然后再介绍一个很小小的一个包 超小小的 你出门装个手机什么的 我平时拿这个给它封着 里面是塞的一点纸的 它还有别的颜色的 我当时在哪买的来着 不记得了 不是什么大牌子 但它我后来发现 它特别像building block的一款 building block是我觉得挺好看的 国外的一个小众的牌子 它就是首先这边 有一个皮绳的一个聚集地 所有绳都从这儿穿过来 你要是不想背它 你就拎着这儿背 但我平时我没这么神神经经的 我还拎着个这个走 我反正就是直接写跨着它 然后出门要溜弯的话 比如说周围去个超市啊 出去走走路 晒晒太阳什么的 手也不想拿着手机 你就把手机这样 所以它大概也就是一个 手机的一个容量 因为你看 它就是放手机的 已经过了我的大腿了感觉 然后颜色就是 这种很好看的粉嫩嫩的 少女粉女 这种颜色 樱花粉的感觉吧 它里边就是这种融融的 外边就是滑滑的 这种皮面的感觉 感觉也挺细腻的 一个黑色的包 canguage那个剑桥包 他们那个牌子的 它背面也是有这个 上面写着canguage Handmade in Great Britain 我很庆幸当年买的是这一款 因为其实这个也挺便宜的 比较平价的吧 我觉得很学生党的这种牌子 包包有时候要看能背多久吗 如果我真的是买了他们家 最经典的那个款 这两个大扣的那种呢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不太会背 因为它太学生气了 怎么讲那个季节感很强嘛 就是很明显是当年很火的那种包 当时买的时候就是网购的 这种黑色的 比较百搭吧 这个颜色 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带的有点长 但是因为它很便宜 所以我就把它打了个结 打结也不会心疼 我是打在后面这个位置 所以前面基本上看不太出来 这样我斜背了之后呢 它大概就在我这个位置了 就是在胯上面 我就会觉得比较合适 质地是这种很硬的牛皮 比较板着 因为它很硬嘛 储存它的时候 我忘记是哪里戳到它了 它就戳了几个小痒痒 但是我一点的不心疼 因为它很便宜 这个包它也是可以两边拆开的 你看 这也是有这个扣 可以两边卸起来 你直接手拿着它 他们家其实还是有刻字服务的 官网上面你order的时候 是可以刻个字的 就比如说你选定一个银色字体 想象的名字啊 都是可以的 就这样一推 它就开了 超简单 也没有内胆一整块牛皮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看着它好像挺薄的 但是它挺好装的 坏处呢就是你看 它就是这种很硬的皮嘛 所以真的是滑上去 它也就下不来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心疼 因为这个真的挺便宜的 再一个就是你心里要多少 对你购买的这个包包 要有一个意识吧 它又不是那种很大的大牌对不对 所以它拿到手里之后 它的手感不会是你想象的那种 很柔软或者感觉做工很精细的那种 我觉得我从刚买它开始 我就觉得它没有很精细 你看它这个边边 都已经有点磨到了这样 毛边这种感觉了 但是总体来讲 它的形容保持还是挺好的 因为它毕竟是这种硬质的皮膜 所以我觉得入手一个也不是不可以 而且这黑的还挺好搭的 我要是偶尔想起来了 我就会拿出来背一下 想不想我也不会背 再说一款特别可爱的小林钱包 这个小林钱包就是好多年以前 去迪士尼的时候买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舍得用过 标还在上面呢 港币68 因为我很喜欢史蒂奇史蒂仔 它上面其实是可以挂钥匙的 它的大手手 然后旁边有一个它的尾巴 哎我的妈呀萌的嘞 拉链就是它这个尾巴 它里边也特别可爱 偏蓝色 然后画着白色的花花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然后就一直没有舍得用 直到现在珍藏着的感觉 说一个我非常不推荐的一个包包 它不是不好看啊 是因为我后来发现 东南亚那种旅游的地方 普吉岛啊巴黎岛啊 有特别特别多这种包 而且比这个便宜好多 Posey是吗 还是pose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它怎么念 这个包我背过的 不是不好看啊 它就是这种这样 我是可以get到它可爱的点 和好看的点的 但是我老公 我第一次背着它的时候 出去double dating 就是跟我另外一对很好的朋友 一起吃饭 我老公就跟那个男生就说 我说你看他背了个勾勾笼子 他说我背了个勾勾笼子 这怎么就勾勾笼子了 其实还是好看的呀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斜胯之后是在 胯的上方一点 其实是一个挺好看的一个位置 而且这个袋子也挺细的 这个袋子细就会显得 没那么蠢嘛 因为它是这种木头啊 这种竹子啊 这种鞭的感觉 开口是在这边 就是勾勾笼子开口在这儿啊 321 里面装了个大勾勾没有 然后打开之后 它就是这样的 就这种布 挺能装的 钱包 卡 钥匙 唇笔 护手霜 手机 放进来之后 还是有一些空间的 你感觉它好像扣不住 但它其实是扣得住的 一挂 哎 它就扣住了 坏处是什么呢 一它这个肩带比较细 稍微久一点你会累嘛 然后第二点就是 开它的时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其实它两边是有东西挡着的 就布这个部分 是可以挡着的 开的时候不能是这样开 你如果东西朝着外开 它可能就会有吊穿啊 这是存在可能性的 我目前没有吊过 是因为我比较注意 我要让它挣着 它这个价格 当时在外网上买的 100多刀吧 好贵啊 我后来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有点蠢 在当地的话其实很便宜 我觉得人民币也就100多块钱吧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有点后悔 你知道吗 夏天其实你要去个海边什么的 穿个裙子戴个草帽 这背起来倒也挺有风情的 但你想想你一般去那种地方 岛屿国家 其实满大街都是卖这个的 就很像是在当地摊上买的 接下来要说几款 妈妈给我的包 我都特别喜欢 第一款是一个这种零钱包 你听里面还装了一点点零钱呢 这个是叫口金包嘛 这个是好多年以前的包了 它其实做工还是很惊喜 而且它这个勾花好漂亮的 我觉得现在好少有这种 见到很漂亮的这种勾花 做的特别的细致 当时它给我的时候有一侧 这边都已经完全开了 后来它是自己拿那个针线 帮我缝住的 就跟原装的这边基本上一致 我妈也挺诧异的 就觉得我有时候有一点点老灵魂 很喜欢这种full design的这种风格的东西 但我就觉得 实际上也是个轮回嘛 我当时一眼很爱它的时候 根本没有口金包这个概念 但现在好像也有很多包 就开始流行口金 它不是一边 它是一个两侧开合的 所以很好装 这边打开是一个布袋子 里边可以装东西 然后这边打开 又是一个布袋子 所以它是一个两侧开口的口金包 虽然很少拿出去 但是我一想到有这个包 我就很开心 就很喜欢 我的老灵魂 第二个我妈给我的包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是这个 又是很老灵魂的感觉 它通体全是这种珠珠编的 但不是会让你看着很烦 因为它大体的主色调是黑色嘛 上面有一些粉色啊 红色啊 的那些珠珠 叶子是由深绿色和那种黄色一起组成的 就非常漂亮 背面也是 你看这包 这头 天呐 秀的实在是太精细了 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东西存在 所以我觉得好多这种都好漂亮 开口是在这边 就这样 一个开口 啪 就打开了 好美 然后里面是这种段子的这种感觉 哎呀好好看 它的链子是这样的 特别的细 是挺有设计感的那种 好漂亮 哎呦 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的东西设计的都太精细了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所谓晚宴包 就你把这个链子可以拆下来 看这两边都可以拆 把它拆下来 你当个晚宴包 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裙 然后这样拿着 我觉得好漂亮 真的想背它的话啊 它反正现在是在我宝宝的下面 胯的下面一点 这个位置 不会觉得你的身材比例不好 反正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位置 在这里 觉得老的这些工艺都做的太漂亮了 你看这包型 无可挑剔 嗯超棒的 特别喜欢 谢谢妈妈 妈妈真棒 审美真好 第三个包包也是妈妈给的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包 我在新加坡上学那时候 特喜欢这包 纯皮的这种很正的那种棕色 它超级大 背面也是超级浓妆 好多口袋 啊啊这个牌子 它所有的这些链子上 都写着这个啊啊 背面也是 拉链上都写着啊啊 这块是一个假的一个扣 就不是要把这个拨拉开啊 就是这样 吸扣就打开了 特别能装 有一个内带的 把它拉开 这里面很深 又可以装很多东西 背面又可以装很多东西 它又有一个拉链 有一个胆 这样的 又可以装 拉链这块 你可以不管它 直接这么放着 或者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这边 它有一个扣 这有一个扣眼 嗯 就扣出了 很复古 很好看的一个 我虽然最近这几年 背它背的不多了 但是我真的挺喜欢它的 比如出去去买个东西啊 或者去吃个饭什么的 经常会有店员 问我呀你这个包是在哪里买的 它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就很自豪的说 这是妈妈的一个包 第四只包包呢 跟妈妈一起 在商场里面 他们买给我的 是这个牌子 素然 国人的一个设计师 这包我也特别喜欢 虽然最近这几年 背的不是特别多 它是一个这样 酒红色的 它的皮质非常好的牛皮 刚才那个包也是牛皮的 它是个两面都可以背的 这边就是格外低调 什么设计都没有 一个纯这种暗红色的牛皮 然后这有一个小暗扣 有点吸扣的 里面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 它这个内胆有一点点这种编织感的这种内胆 用深红色的非常的好看 直接背这一面也非常好看 这面就是它所谓的设计感的正面 就更好看了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暗红上有一个美女的一个头 是它刚刚卷了卷发的一个背影 感觉让人充满无限的遐想 非常好看 你是可以这样拎着它的 大概这么大 手拎着它正面反面看都超级好看 或者就是像我很喜欢斜背解放双手嘛 它的袋子在这个里面 牛皮的也是 非常的舒服 是因为它这个肩带稍微粗一点 背久了之后不会觉得累 大概也是在胯着这个附近 或者你把它反着过来背 也是在胯着附近 反过来背 超级好看 它的设计就是一些细节做得特漂亮 就比如说是一些接口附近 它是这种三角的一个印纹 三角 这边也是 三角 嗯 而且它的皮质的质感也很好 除了外侧这边有一个可以装包的一个地方 好大的空间 手都可以伸进去 里面也是很能装 深深的深不见底的感觉 而且那里也是有绳的 这样可以扣在外面 特别好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小设计 而且它啪一下就吸上了这个吸扣 这边也有local的店员问过 就说你这是什么牌子啊 你这个包非常特别很好看 他一想买 然后我就很自豪地说 我说这是咱们中国的设计 是在中国买的 虽然最近没有背过 但是不能减弱我对它的爱 那今天这种比较小众一点的包包 我就先告一段落说到这边 之后的包包合集里 会跟大家讲一讲 国外的设计师的品牌 还有一些品牌的一些包包 我会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下一支的分享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能够点关注我 关注我 关注我 然后YouTube的小伙伴打开小铃铛 别忘了给我点赞 好啦 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